大胆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 我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同攀登 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到彼此 那么我们终究会在这旅途当中 收获某一片值得纪念的风景 哪怕这片风景的意义只有自己知道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加密阿拉法 非常期待与各位观众老爷相见 现在是新加坡时间的2024年7月9日周二 凌晨的3点15分 那么今天就请跟着我的视角 来一起交互一下空头教程 那么本次的空头项目名称为Superposition 相对应的话它也是一个零成本的空头 然后什么是Superposition呢 简单来说的话Superposition 它是一种建立在Arbitron链上的Layer 3区块链 Layer 3的话是相比较于传统区块链 多了一层功能的中介 它不仅能够提供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费用 还带来更多有趣的功能 那我们直接开始今天的这样一个测试网教程 本期这支影片的教程相对来说 非常的仔细啊 所以要认真观看一下我的视频尽可能的不要遗漏任何的一步 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你最后空头的拾取 OK那我们从第一步开始 那这里的话我们首先要进入到这样一个测试页面当中 那其实打开页面的话就是在这里啊 我个人认为它这个项目的页面做的还是蛮成功的 比较简洁也比较易懂了 它这里的话有各种图标 然后相对应的我们目前可能体验到就是零水 然后相对应做个桥接 以及是打开新的一个网页进行查阅 那么这是它项目有关的一些白皮书啊 或者等等类似的一些文档文案 但是此项目的话 推特关注度倒是不太高 目前只是有10.7K的关注度 同时宣布了这样一个叠加测试网的上线讯息啊 那么也是在6月24日的时候宣布的呢 那我们刚刚有说到它这个页面的话 目前只有三个项目是可以进行互动的 那我们根据这个教程来走吧 首先点击到此链接之后的话 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网页 全新的网页当中的话 我们要做的应该就是一个零水 那这里的话点击一下链接 那么它同时支持到MitaMask 以及是第三方的一些钱包 那么如果你是视频圈的信任 或者是正准备进军空投赛道的小白的话 你还没有注册实际上对大家两个交易所 一个是币安一个是OKX的话 那么在视频剪辑处的下方 我们提供了币安和OKX邀请链接 那么使用这样的邀请链接的话 会获得全网八折手续费的优惠的同时 享受不定期的空投奖励 那如果你是新手 还不知道怎么注册这两大交易所 我们以往的视频当中有详细的介绍 建议大家两个都注册一下 这样市面上所有主流加密货币 基本上都是可以覆盖掉的 那我们这边钱包连接完币之后的话 注意一下它这里的测试网 它不会主动的进行添加 就是要你自己人为的把它添加进去 那怎么添加呢 很简单啊 我们刚刚前的话 是有打开过这样的一个网页的 这是它的一个主页 我刚刚有说过 这个页面的设计还是不错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点开到相对应的这一个 点开完成之后的话 它这里可以选择到一个网络 就是网络 然后我们首先要先去连接下自己的钱包 连接完成之后 这边有个网络的 然后它会自行的进行添加 如果这个过程懒得着的话 没有关销 我到时候会把这个网络的有关资讯信息的话 全部都会放置在视频的简介书当中 方便大家的使用 你直接进行一下 手动添加就可以了 那么手动添加就点击添加一下网络 然后点击其他网络就可以 OK 那我们这边就是继续到那个教程当中 它这里的话3.1点 然后你要注意一下 3.1 然后这边是3.1.1 就是领取相对应的一个spn 它这个教程 所以还是比较的详细的 这个具体在哪里呢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把这四个全部都领取完成 那这个环节 我们就给大家跳过了 这个很好剪 这个很好领的 这个就是我们把自己的地址 copy一下 然后复制过去 然后进行一下粘贴 粘贴完成之后 进行一下人机合影 然后点击到接受 它这里会进行到一个发放 那么目前我已经领了很多次 它看起来 它好像是没有时间上的限制 然后我接受到了 目前只有一个 也许它可能过火的话 就会显示成为两个 那目前它这里 显示到sense的话 就说明已经接受到了 然后耐心等待一下就好了 那这现在是1.5个 那说明我刚已经实验了两次 它每次接受到0.5个 对应的话 然后再回到那个 此前这样一个页面 然后再是到那个 arbitron链上的suporia代币 那么它给到的这个网址是在这里 如果你不太习惯用到这个网址的话 也没有关系 我们来到新的一个页面当中 然后点击到这个零税的网址 进行在这里 它也有一个arbitron链上的suporia代币 那么目前它需要的代价就是 你需要在arbitron这条链上持有0.1的eth 相对应的话 你就把这个切成arbitron的主网 然后搜索一下 那其实就是跟你类似于那个eth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那么这里我们也不给大家演示了 因为也很简单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到它 它给你的这个网址 但是它这个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那在这里也是有所体现 你要先去连接一下你的钱包 然后再去收取 那么同时这条不要选错 要选择suporia 对应的这边已经收取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再来到第三个 它是要接受到一定的eth 但这个步骤的话要给大家说明一下 那么它是打开到第五步的deposit 我们可以结合到相关的这样一个教程 那么它这里的话是先要转接到第五步 然后将我们的钱包连接一下 那这里我们先连接一下自己的钱包 钱包的话是在这里 这里去连接 然后这边去选择到我们的小狐狸钱包 然后选择到切换网络 那这里的话先去确认一下 那这里的话相对应的话 我们就应该在这个arbitron链上了 然后这里的deposit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充值 类似于这样一个意思 我把它翻译过来 那么它是需要转换到数额 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以币换币的这样一个步骤 那么它给到的那个eth的话是0.2个 是因为它有很多 所以它给到它0.2个 我们不要这样去做 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测试币现在很难领 我们拿取到它的话是0.1个就可以 然后点击一下wide 那这个时候的话 是因为我那个web3钱包断连了 我们这边再重新去点击一下连接 那这里连接完成之后 然后这边是0.1 然后相对应的点击一下 那这时候的话小狐狸钱包会弹出一条付费的请求 那我们这边点击一下确认 注意一下扣除的应该是你这个arbitron链上的sepulia 这样一个代币 那这边对应的会扣除到0.1的eth 那大家结合自己的eth来 我目前的话是有1.2个 所以我就暂时性的不慌 所以我给到它这么多 然后这边以确认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我们交易的那一笔 这个时候很多人会问 那我交易的那个测试币要怎么看呢 很简单 我们点击一下添加代币 添加代币之后的话 将对应的代币的合约地址复制进去 那很多人问了合约地址是什么 它就在这里 是我们这个合约地址 它是记住不要选择第一个复制 然后要选择到这样一个 然后点击一下下一步 然后点击确认 那这里我们就会看到有0.1个eth 那我们再来到最后一个零水的环节 请注意啊在此前这个页面当中 不需要去连接你的钱包 但是但是但是 在这里我们的网络 应该要选择到 Arbitron链上的Servority 那这里要对应选择一下 那是把我们的小物理钱包复制过去 然后点击接收 像对应的 我们会收取到对应的代币 那么目前 这个应该是没有任何的 那个次数限制 然后为了保险起 然后我们EURC的话 也进行一下收取 但是他刚提示好像我有问题啊 那我们就暂时不管了 我们先领取到这个 那记得你EURC的话 也去领取一下 万一等一下用到了 对吧 那我们对应的水终于是领完了 来到了3.5步 然后就是将 我们刚刚领到的水 全部都转移到 Superposition当中啊 那我们这边点击一下 这个桥 他这里的话点击一下 然后这里的话 要先去连接一下 我们的钱包了 那这里点击一下确认 然后等待连接 那这里就会有具体的一个数额 那么目前我们账户是 持有1.5的SPM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教程 是怎样去进行到 这样一个跨链啊 那首先的话 在这个测试网络中 需要跨桥的代比 一共有三个 SPM WETH 和USDC 那么对应的话 从这条链上 然后转移到这条链上 我们一定不要做错 这条链上转到这条链 然后对应的有 WETH USDC 然后再是这个 OK 那我们就对应的 转过去就好了 那么这边是0.1 我有1.5个了 那我就给到他0.2个 然后进行一下这个质押 然后对应的 WETH的话 我们也输入相同的 输入一定的数额 然后再进行到 那个充值 然后那个 USDC的话也是 充值 我们直接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么这边点击一下确认 然后进行一下这里 然后这时候 小飞前方会弹出一条付费的请求 我们直接点击同意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批准 相对应的 在他这一步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就要再点到下一个 然后点击一下确认 那注意一下 所有的都建立在你的 Arbitrum Supply的 这一个网络当中 那么他扣除的也是这一个 相对应的 我们再去点击到 那其实这一步应该就已经完成了 但是他这个数额没有减少 我们尝试刷新一下看一下 他这边已经是1.3个了 那么 那么这个WETH和USDC的话 也一样交互一下 不要忘记 那么紧接着我们来到下面一步 那么进入到词链接之后的话 也就是来到我们最开始的这个步骤当中 那这里你要去注意一下 我们翻译成中文的话 会比较的清楚 每一次付钱的话 都可以获得到一笔交易 但这个交易 但这个付钱就是获得的东西 应该是有一定门槛的 他这里有说明 那么每交易的总量 一定要超过100U 如果一次不够的话 那就多来几次 因为这涉及到在第二个任务当中 去拿取这样一个空头的积分 那我们根据他这样造作 我们点击到get started 然后这边点击之后的话 这里会有相对应的币种选择 那这个时候 那么根据币种选择 我们选择到WSPN 然后再是对应的是FUSDC 那么对应的 我们有1.5个嘛 给到他0.5个就可以了 然后进行一下swap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点击一下确认词交易 这个时候的话 应该会弹出一条付费的请求 那我们这边点击一下确认 然后点击下一步 点击批准 这里只要耐心的等待他完成就可以了 由于是测试网 可能会伴随着有一定的问题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我们尽可能要去他那个DC频道当中进行一下反馈了 那这里就已经完成了 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再去看他后续的步骤 那这里他一步完成了 然后再是点击到stake 提供相对应的流动性 我们点击到这里 然后这边我们选择到 我们刚刚去交易的那一个币的流动性 那也其实就是最后一个了 我们点开相对应的点击一下添加 然后这里的话会有一个数额的选取 我们给到他0.2个 然后对应的他会出现这样一串字符 我们点击到stake就可以了 应该没有其他一些要更改的东西 我们点击到这里 然后再次确认一下词币交易 那这个时候小狐狸前方会弹出掉付费的请求 那我们点击一下确认就可以了 所有扣除的话都是spn了 如果不够的话 再去零税的网址积极的去零取就可以了 那这里的话我们也已经看到 他这边再次去付费之后 就已经会显示成功 然后点击批准 那么对应的话 再次进行一下确认 整个过程来说 相对来说其实跟着 这个我的教程来做的话 应该是不会有任何的复杂程度的 那在这里的话也是有所体现 合约交易 那么注意一下 看一下你自己的RB创连上的话 斯伯利亚是否有减少 那我们向对应的再来到下面一步骤 生成自己的域名 点击到对应的链接之后 你会发现 其实就是我们最开始添加到测试网的一个网络 那么他这一个至少要有要有1的spn 如果不够的话 我们再去到最早先的那个网站当中进行一下 零税就可以了 这个应该很简单 不跟大家演示了 那这里对应的话 我刚刚是零取了一下 所以算目前的话是有2.2个spn 然后我们再回到此前这样一个页面当中 这个时候的话 先去连接一下自己的钱包 连接完成之后 我们根据交程来做 他这里是直接到 直接有一个buy 那这里的话 我们先输入一下自己的名字 输入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点击一下buy 那这个根据名字来看到 应该是你的名字越稀奇古怪 然后他这个费用就越低 应该就不管了 我们直接点击一下确认就好了 确认完成 相对应的域名就已经完成 他会在你的左上角提示 OK进入到下一个积分的领取 首先要领取积分的话 你得登录到这样一个网站 我们点击一下登录 这个网站的登录 我想应该是用自己的钱包登录 那我们同时点击一下metamask 然后点击下一步 然后点击确认 然后再进行一下签名 这样就已经是登录进去成功 这个时候的话 根据交层的步骤来走 它标注下的这个红框任务的话 感兴趣的都可以把它做完 然后这边重点来讲一下 它这样一个 本来就属于 Superposition类型的任务页面 那打开的话 是在这样一个网页当中 那这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完成的 所有步骤 那你有看到我这边 已经有一步是核验成功了 那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里的话 首先不用点击这个 然后它会自动出现一个核验 核验完成 它会 一开始的话 会先确认一下 你的钱包是否合格 然后合格之后 所以你要登录进去的钱包 就是你的那个小合理钱包 测试钱包 不要忘记 钱包要确保一致 然后登录完成之后 直接这边所有的任务 都可以进行核验 没有任何难度 然后如果你发现 有一些可能核验不了的任务的话 没有关系 我们再尝试做一下就好了 然后它也会给到你相对应的链接 我们只要点开链接 然后进行一下 然后反正就是再补充一下就可以了 不过请注意的是 这个网页当中应该是要花到你自己的真金白银的 那么它比如说在这里的时候点几 我们先去连接一下自己的这个钱包 它目前好像只支持到OKX是我们最常用的钱包 那你去连接完成之后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步骤 它实际上是要去质押你的USDC 然后去对话相对应的Fly这样一个代币 那我们就不需要去做了 我刚刚说过任何话的真金白银的我们都不要去做 然后以上就是Superposition的内容 就是交互的东西 那看起来是非常多也很复杂 包括时间也那么长 但是它实际上真正意义上交互起来的话 还是比较流畅的 那么临水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的问题 有问题的话就是因为在临水的网址当中 我们不太我就不够格了 所以应该不会有任何的难度 那如果过程当中你有不太懂的地方的话 也欢迎在评论区当中积极评论 评论的话我都会去看 然后也会积极回复的 OK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的收听 那么目前现在已经是凌晨五点钟了 我要赶紧闭上眼睛睡觉了 拜拜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